2009年春节 在湖南省长沙市开水果店的陈美兰 出现在了表姐谈芳芳面前 出嫁十一年 陈美兰极少和表姐联系 因为她的生活太不如人意了 十年三十三岁的陈美兰 出生于常德市汉寿县 1998年8月 陈美兰惊人介绍 嫁给了益阳市南县武圣公镇青年冯建兵 第二年秋天 陈美兰产下了女儿童童 冯建兵一心想要的儿子 陈美兰于2001年3月又生下了女儿 冯建兵十分不高兴 陈美兰刚进门时 冯家家境不错 不幸的是 冯父冯母在彭董出生后不久 便相继换兵过世 冯建兵耗酒嗜毒 英时的家很快败落了 此后冯建兵越发沉溺于赌博中 年级女儿年幼 陈美兰一直隐忍 决心凭着自己的努力撑起这个家 他跑到湖南南县县城摆地摊做家政 又和朋友合伙做起了水果生意 见陈美兰如此自立 冯建兵有些惊醒了 开始帮妻子照看生意 对妻子的态度也好了起来 夫妇俩经过几年打拼 积攒下了十多万元积蓄 2005年 眼看彤彤到了小学入农年龄 陈美兰计划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让女儿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当年年底 他们看中了一套房子 价格已合适 陈美兰夫妇只需借不多的钱 就可以买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变故将陈美兰的美好愿望 无情地打碎 原来就在两人看房后不久的一天下午 冯建兵又和牌友去打牌 那天他的手气特别好 连赢了几把 冯建兵想 自己家买房子就差那么一点 趁今天手气好 赢几把大的 不就解决难题了吗 于是他回家瞒着妻子 把存折拿出来取了钱 结果折腾了一个下午 存折里的十多万元钱血本汪辉 得知真相 陈美兰又气又急 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冯建兵说什么也不答应 两个年幼的孩子 也切身上的哀求妈妈 原谅爸爸一次 看着女儿惊恐的样子 陈美兰心底最柔软的神经被刺痛 再次原谅了丈夫 意识到只有让丈夫离开赌圈 才能换个环境新生 2006年初 要强的陈美兰盘掉了南县的生意 和丈夫带着一对女儿来到省城长沙 开了一家水果店 由于陈美兰资金不多 在同行近人中处于弱势 辛苦几年 生意一直不景气 只是混个温饱 经济十分紧张 生活和当初设想的有天壤之品 陈美兰觉得很没面子 再也不好意思回到老家 2008年底的一天 陈美兰在店里偶遇一个 在长沙打工的汉寿娘家远亲 从这个远亲的口中 陈美兰得知 曾和她关系非常亲密的表姐 谭芳芳在汉寿风光的不得了 拥有多处房产和厚实的积蓄 在陈美兰的记忆中 表姐谭芳芳自小 对自己就特别好 两家相距不远 陈美兰隔三差五 就往谭芳芳家跑 每逢家里有好吃的 谭芳芳宁肯自己不吃 也要给陈美兰留一份 后来谭芳芳考上卫校出去念书 毕业后分配到县城工作 陈美兰搬到长沙后 很少和家人联系 也和表姐断了联系 得知表姐日子过得好 陈美兰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表姐靠工资吃饭 不可能这么有钱 她一定是有什么发财的好路子 她决定春节回趟娘家 顺便探望一下表姐 试探一下她 2009年春节 陈美兰回到了汉寿县的娘家 她发现表姐谭芳芳成了亲友议论的焦点 谭芳芳未校毕业后 在汉寿县一家医院的药剂科上班 1985年 她与同院理疗科医生欧阳浩结婚 两年后生下儿子欧阳林 夫妇俩琴瑟和明 谭芳芳特别善于理财 日子一直过得令人羡慕 大约在2007年前后 谭芳芳不仅在县城买下一套房产 还给在外省工作的儿子 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大家都疑问 另有财路 可不管别人怎么问 谭芳芳都觅而不谈 表姐的风光让陈美兰似乎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明天 她迫不及待的当即赶到了谭芳芳家 向表姐大道苦水 我想回汉寿创业 你门路广 指点指点我 谭芳芳赞同的说 想回就回来吧 亲戚们在一起也能多个照应 见表姐没有拒绝 陈美兰高兴不已 2009年3月初 陈美兰携带着两个女儿从长沙回到汉寿 丈夫冯建兵则暂时留在长沙经营水果店 返回汉寿后 陈美兰带着两个女儿先暂住在自己的父母家里 安顿下来以后 她再次去拜访表姐 向她讨教发财经验 如同对所有人讲述的一样 谭芳芳说 钱都是他们两口子多年来省吃俭用 继续下来的 陈美兰打探了一上午 没能从表姐嘴里套到一句有用的信息 失望地离开了表姐家 陈美兰样样地想 表姐变了 要是以前 她会爽快地把她发财的经验跟我分享 难道表姐真的合了那句俗话 越富越抠门吗 无奈之下 陈美兰买了一台二手面包车跑出租 陈美兰的父母都是农民 而且老实芭蕉 生活过得极其艰难 娘家祖孙三代五口挤在阴暗的小屋里 孩子在这种环境中不利于身心健康 陈美兰很想在县城买一套生平房 2010年10月 陈美兰的朋友告诉她 有一套150平米民房的房主 因资金周转不畅 房子当时市值仅25万元 以16.88万元的价钱卖出 陈美兰手头几万元现金 连同银行账户的一笔定期 离这个数字还差一大截 但她太喜欢那套房子了 一咬牙向房主交了两万元定金 房主要求余款在一个月内付清 定房回来以后 陈美兰就为买房资金缺口一事 着急上户 陈美兰想到了表姐 心想 你不肯告诉我如何发财 向你借钱总该不会拒绝了吧 打定主意 第二天 陈美兰静止来到了表姐家 然而谭芳芳就是不肯借 陈美兰再度样样的走出了谭家 通过向亲戚打听 她得知 以前谭芳芳挺热心 对亲戚总是解囊相助 可近几年 她变得十分抠门 别人休想从她手里借到钱 是有名的铁公鸡 如果到期凑不齐 两万元定金也就打了水漂 陈美兰焦虑万分 只好静着头皮向表姐求助 说 姐 穷乙借钱给我吧 看看我那一对可怜的孩子 你也总该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吧 面对表妹的哀求 谭芳芳叹了口气说 过去啊 亲戚向我借钱 到期不还 我因为要钱得罪了很多人 我宁愿别人骂我铁公鸡 也不和亲戚在钱上游往来 你借钱也行 按规矩办事吧 说完 谭芳芳拿出一张借款协议来 陈美兰仔细一看 发现利息每月高达两分 六七万元 借一年利息就得一点五万元 陈美兰愣了 咱们可是好姐妹啊 你小时候总是把好吃的省下给我 陈美兰想靠亲情打动谭芳芳 让他免了自己的利息 哪知谭芳芳毫不动摇地说 俗话说得好 亲兄弟明算账 这样大家都好说话 目前在我们汉寿的行情 私人贷款利息是三分 我给你两分利息都很照顾你了 听表姐这么说 陈美兰十分心寒 气呼呼地离开了表姐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 陈美兰到处借钱 眼看交款最后日期已尽 仍有两万元缺口 陈美兰只得找谭芳芳 借了两万元的高利贷 打了借条 约定利息两分 两个月内还清本息 陈美兰如愿买到了房子 不久 冯建兵将长沙的水果店盘掉 来到汉寿和妻子团聚 为了如约偿还表姐的高利贷 陈美兰 陈美兰 起早摸黑跑出租 陈美兰还劝为了说 谁家没有难处 我肯定帮你这个忙 陈美兰用肖立芬借给自己的钱 连本带息还给了谭芳芳 想着谭芳芳的唯利是图 拿她和肖立芬一比较 陈美兰心里更加的怨恨了 由于欠债太多 陈美兰又想找谭芳芳借钱 这次 她买了水果 专门为表姐挑选了一些心仪的底品 她这么做 是想让表姐把利息降低点 然而这次 陈美兰好话说尽 谭芳芳反而将利息提高到三分 这次 谭芳芳借给了陈美兰五万元 期限是三个月 陈美兰气得眼泪都快流了下来 眼前这个唯利是图的女人 就是昔日那个与自己情同手足的表姐吗 在陈美兰眼里 如今的谭芳芳已经是六亲不认 拿着从谭芳芳处借到的五万块钱 陈美兰将房子装修一新 然而贷款连本带利 像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 陈美兰心里压力极大 2011年3月初 谭芳芳每天打电话催着要钱 陈美兰招架不住了 想到被表姐逼债到如此地步 陈美兰心里生起了一个可怕的怨念 谭芳芳无情 我何不从她身上再搞一些钱 然后除掉她 罪恶的念头一旦滋生就一发而不可受 陈美兰开始布局杀人 汉寿龙阳正义学生 因和福南丹农药自杀 陈美兰听说了 她决定就用福南丹毒死谭芳芳 在这之前 她要从表姐身上再搞一笔钱 陈美兰悄悄去农药店 花五块钱买了一瓶福南丹 放在面包车的尾箱 2011年3月中旬 陈美兰分两次找谭芳芳借了七万元 五万元 利息都是每月三分 归还期限为两个月 2011年3月29号 陈美兰打电话对谭芳芳说 我给你找了一个客户 是一个姓林的老板 他想借贷二十万 利息只要不超过五分就行 谭芳芳十分感兴趣 陈美兰心里暗暗窃喜 其实这只是陈美兰瞎编的一句谎言而已 挂掉电话 陈美兰开始加速推进自己的谋财和杀人计划 4月4号 陈美兰又催谭芳芳贷款的事 谭芳芳说 家里有十万万 银行里可取二十万 陈美兰开车陪表姐到银行取了钱 捐二十万取好 陈美兰跟谭芳芳约好 晚上到陈美兰家和客户谈贷款的事 2011年4月5号下午五点多 陈美兰将装了福南丹农药的瓶子 从车上拿下来 放在家里的电视柜里 随后将丈夫指使到好友家 让他晚上十点以后回来 晚上七点多钟 陈美兰让两个女儿睡下 开车将表姐接到家里 谭了一会儿 陈美兰趁谭芳芳上厕所 用两瓷杯倒了两杯果茶 滴了两滴福南丹 在其中的一杯茶里 递给了谭芳芳 谭芳芳喝了三口 过了十多分钟 脸就白 陈美兰故意问谭芳芳怎么了 谭芳芳难受的说 有点想吐 明天再和林老板谈业务吧 陈美兰心里有点慌乱 开车送谭芳芳回家 车开到半路 谭芳芳又说想吐 陈美兰停车让他吐 谭芳芳对陈美兰说 我把钱放你这儿 你帮我和客户 把贷款合同签了吧 陈美兰故意推辞了几句 就答应 随后 谭芳芳从包里 拿出钱给陈美兰 陈美兰将钱接过来 放在车上 开车送谭芳芳 到了家楼下 假意观心地说 你好好休息啊 4月6号上午 陈美兰再次决定 用芙兰丹农 要毒死谭芳芳 给谭芳芳发短信说 你最近心神不安 我认识靖兆寺一个大师 赐的茶非常灵 我帮你求了安心茶 你喝了再吃晚饭 收到短信后 谭芳芳回复说 谢谢你 谭芳芳虽然身为医院医师 但老是做噩梦 为求心定 他热衷静香求茶 陈美兰头天晚上 因为用药量太小 毒杀失守后 他决定利用谭芳芳的弱点 说帮他求安心茶 他一定会一口气的喝完 于是陈美兰到超市 买了一罐王老吉饮料 打开一拉罐 将农药倒进去混合起来 放在车上备用 晚上八点 陈美兰从家里开车出来 将谭芳芳接到车上 谭芳芳坐到副驾驶位置上 陈美兰指令下 放在手刹车后面 背眼里的王老吉说 这是我帮你求的安心茶 快喝了吧 谭芳芳拿起王老吉 一饮而尽 没过几分钟 他就大汗淋漓 陈美兰将副驾驶座位放到 让谭芳芳躺着 并为他扣上安全带 载着他在县城里转悠 想等着断了气 但福南丹的药性较迈 谭芳芳一直没有死 陈美兰急了 停下车 用绳子勒住他的喉咬 谭芳芳 终于不再动弹 趁着夜黑 陈美兰把谭芳芳 载到原水大桥上 他原想把尸体 从大桥上扔下去 但谭芳芳体格大 陈美兰扳不动 只能把尸体 丢在桥面上 之后 陈美兰 携款逃亡 为躲避警方追查 他还到家美容中心 将眼睛鼻子等处 进行了证刑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公安民警 很快根据线索 锁定了陈美兰 4月21号中午 陈美兰准备 从长沙汽车南站逃离 被早已遵守在此地的警察 一举抓获 谭芳芳被杀后 在当地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原来 这个人们眼里 风光无限的女医师 家中并不是陈美兰 想象了那样富有 她是以较低的利息 拆东奖 补西奖 拆借过来 再以较高的利息 放贷出去 以此赚取差价 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谭芳芳丈夫的话 让所有人感慨不已 老婆对我说过 借给陈美兰的钱 她并没有打算 真的收高额利息 她是打算等陈美兰还完钱后 再把利息退还给她 这样做 一是避免像以前一样 亲戚间借钱不还 听说陈美兰的丈夫好赌 这样好督促她们 尽快还钱 当陈美兰得知表姐 是靠放贷发财 而且无意赚取 自己的利息后 追悔莫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财